无间现场最新的消息一起来关心的是 国民党的桃园县长参选人吴智洋 他今天上在桃园市的大兴西路成立他的竞选总部 那么今天看到的是行政院长吴敦毅 还有台北市长郝龙斌都前来站台 我们请林玉桥为您掌握目前最新的消息 各位主观众呢 行政院长吴敦毅在今天早上一大早就赶到党中央 跟马英九总统一起参加国民党国发会的一些工商建言活动 之后呢是马不停蹄的从台北赶到桃园 来为国民党的桃园县长参选人吴智洋来站台 而且呢今天这个吴敦毅呢 这个看起来其实心情相当的不错 在昨天这个跟江青梁的事件呢 他主动召开记者会亲上火线说明 加上马总统全力相挺之后 吴敦毅在这个江青梁事件似乎也已经雨过天晴 我们来听听看吴敦毅的最新说法 你任何一个要选立委选县长的人说 那么大的一个夜市你不去拜票不可能 那你去拜票 你说那个夜市几万人出入的场合 你说那个夜市的负责人你不可能不认识 所以这些互动是很正常的事情 重点是你有没有把握那个分纪 会不会是手法手计 会不会用平常 这最重要 那我觉得我应该 接受得起这种检验 所以不会有委屈 每一个人都一样 就像当兵做健康检查 一样的道理 谢谢你们 今天早上我们在跟你打气 今天早上跟你见面 他同我还要特别打气吗 我对这个不评论 我们可以听到呢 虽然吴敦毅对外界质疑 他每次包括上次的香港算命出 有事件跟这一次的江青狼事件 都有马总统权力相挺背书 都被质疑的是马总统 他找马总统来背书 吴敦毅虽然是不愿多说 不过他自己其实面对江青狼事件 他也已经再度的恢复笑容 他表示 其实江青狼是南投这边 非常大夜市的一个主持人 那不管是蓝绿 不管是立委 或是县长候选人 其实要到那边都会跟他来握手 自己其实这也没什么 那对于江青狼事件 吴敦毅可以说是目前 已经没有太大疑虑 而今天吴敦毅在下午 也将和马英九总统 一起要到南投县 为南投县的县长参选 国民党的李朝青要来站台 届时可能在江青狼话题上 还会有更多一点的阐述 以上是小军的情况 把镜头交还给彭丽祖国 好 我们看到了就是吴志阳 那么在今天 他的成立竞选走过 蓝英的天王偷偷来了 也包括了这个吴敦毅 今天上午新次帮他站台 目前最新的消息